11月19日晚深圳女孩小莎发微博称 15日晚她和家人一起去火锅店吃夜宵 刚刚点好餐 一名赤裸上身的男子就坐在了她旁边 并开始对她动手动脚 坐到之后她用爽脏下注我 力气非常大的 一直守住 插住我那个婆婆 我喊 祝救命的时候 她还能下一层说要走 另外一层走 我去我嘴巴 她力气被扯大 几个人帮完而已 我才逃不出来 从视频监控中可以看出 之前男子林某一直站在饭店边上 然后起身走向小莎 毫无征兆地就开始了搂抱等行为 拉扯中双方均倒在了地上 这时候饭店老板曾某和其他人 一起出手上前制止 正如小莎所述 男子力气相当大 这几个人连拉呆踹的才将林某拽开 小莎才得以脱身随即报了警 最终林某因猥亵他人 被依法行政拘留10日 店老板曾某在得到肯定的同时 也被处以200元的罚款 对于建议勇为却被罚款的疑问 深圳龙岗警方公布了完整的监控 并进行了解释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林某在被众人制止后 在等待警方到场处理的过程中 曾某仍对林某有踢打行为 所以曾某等人建议勇为行为 在得到肯定的同时 因踢打行为被公安机关教育批评 并被罚款 对此有律师分析 事发场地属于公共场所 经营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老板上前制止 不具有违法性 法律上可以评价为建议勇为 由于事发突然 老板和其他人 上前采取脚踢踩踏等行为 只要伤情不算严重 不能认为是违法行为 但受害女子已离开 曾某又去补伤了一脚 这就属于无意伤害 据了解 小沙因为受到很大的惊吓 出现了头疼心剂等症状 经诊断是应激性创伤障碍 医生建议进行心理辅导 小沙表示准备进行上诉 捍卫自己的权益 饭店老板曾某则表示 对处罚没有意见 愿意接受处罚 以后如果再碰上类似的事 该管还是得